不失敗了,不只是身為主持人要串場 沒關係,準備好就開始囉 好啦好啦 完全沒有串場 有可能 喔,有了有了,漂亮 謝謝之後的串場 這是R-Song之前的網頁 所以大家如果... 禮拜... 謝謝 這是主持人在... 好啊 4月份的第一週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週末可以來R-Song 然後歡迎各方的人都可以來參加 只要你的project跟藝術相關 也是藝術工作者想要找其他的人合作的話也可以參加這樣 然後網站是R-Song.cc 然後這是上次那個... 就是討論的時候的樣子 所以R-Song.cc的三個目標 一個是說開源共享的循環利用藝術創作過程中 所產生的剩餘價值 第二個是協助藝術家社群公平公義的基礎建設建立 第三個是規模化的 將跨領域的藝術能量交換 那今天我們在黑客宗的討論呢 就非常感謝很多人的參與 然後不要說小楓哥或者是徐鶴大哥 還有那個Alan嘛 就是有提供很多的想法 那最後的結論大概整理成這張圖 然後簡單的這樣 我們這次是主要從平台的方向去想說 藝術家需要什麼 如果是這個平台的話 可以怎麼樣是解決藝術家基礎建設環境的問題 那把它分成兩塊 一個是媒體庫 一個是意念跟故事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藝術家創作的時候 剛剛可能有些人聽過 讓我再講一次 就是藝術創作它常常分成兩個部分 在傳統的藝術創作裡面 Tenting或者是Sculpture 雕塑就是已經是現有的 很習慣性已經有的的市場 所以它有銷售市場用實體的方式去做交易 可是很多新媒體的藝術 或者是表演形式的藝術 它是沒有既有形式的交易市場 然後它中間在創作過程中 也沒有辦法有相對應對於這個創作過程的價值交換 所以就表它變成 這個平台就變成要分成兩方面 一個是說 如果你有做出可以交換的實體的作品的話 比方說是音樂 它可以用實體的媒體庫去做 去跟其他人做交換 說我可以做商業利用或飛商業利用 可是意念或故事維度的話 就可能需要用紀錄的方式 然後或是比較像是教學的方式 讓這些東西推廣出去 那進去這個平台的人 他可以有一個Token 然後或者是一個有價值之物 進去之後 他的分配會是一部分 是他做很實體的做媒體庫的藝術 交換的交流 用這個方式 可是另外一部分 他也用任養的方式去做 就是任養這些具有意念或故事的 意念或故事或虛擬 比較不實體的作品這樣子 然後 當然 如果是這個部分 會牽扯到很多授權的概念 那我們在中間討論的時候 有討論大家要怎麼樣授權 那可能會用MIT的方式去 track說 一個概念它怎麼樣被流通 在這個交換的過程裡面 那對於就是input 就是所有的創作者來講 也很重要是他們需要有一個可以開放的平台 每個人都可以授權自己的作品 給其他人使用 他自己就是自己的owner 那其實藝術作品或是藝術市場裡面有很多實力 是其實藝術家他想要給什麼樣的人去授權他的作品 或是販賣他的作品 他沒有很直接的權利 所以也是鼓勵說要去教育藝術創作者 對於他自己藝術權利要有一定程度的認知 然後後來也有被提醒說 其實像做這樣的平台 要有商業性的成功案例很重要 因為可能有一兩個案例之後 大家會比較清楚這個平台在做什麼 然後講到藝術史或是印術創作者 是後來開始講的 但是還沒有做出很明確的結論是說 像是藝術史常常會在 誰做好的作品可能是被藝術史學者來講 但是自己創作者他自己有自己創作者歷史 但是因為缺乏相關的平台的關係 所以他沒有辦法把這個過程揭露 那也希望說透過這個方式把創作者自己創作故事可以揭露出來 然後還有一部分是藝術危機百科的問題 那這個的話就歡迎大家參加3月30號的時候還有一個女人迷所做的藝術黑客松 藝術女性主義黑客松 然後來知道更多的細節 那最後的話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4月第一週可以來參加阿松 然後還有或者是參加我們的阿松社團 FB裡面尋找ARTHON就可以找到 謝謝 謝謝師傅